北冥有声 然而诡异的是 第五个隔间的隔板上 画满了眼睛 诚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这么多眼睛给吓了一跳 看了一会儿 诚哥又打开第六个隔间的门 这个隔间内 同样画了很多眼睛 但奇怪的是 第六个隔间 只有隔板上画着眼睛 墙壁上去什么都没有画 这让诚哥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他又绕到了第四个隔间那里 然而第四个隔间里 却没有任何图样 奇怪 会不会是学生们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为何 专门挑选第五个隔间画 这隔间既不是最后一个 也不是第一个 为了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诚哥又回到了第六个隔间门口 他犹豫了一下 举着工具锤走了进去 排水管道全部集中在第六个隔间里 这个隔间相比其他几个隔间来说 显得有些拥挤 诚哥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心中有些纳门 难道非要进入第五个隔间里才能有所发现 诚哥看着隔板上的眼睛 抬起手轻轻轻轻地碰了一下 又将脸凑到了隔板上 与上面的眼睛对视 看了许久 诚哥似乎发现了点什么 这些眼睛 确实是画上去的 只是看着比较吓人而已 在第四个隔间里 一切很正常 唯独只有第五和第六两个隔间 存在图样 这两个隔间中间是一块木板 这块隔板两边都画着眼睛 隐约感觉抓住了什么线索 诚哥再次伸手 摸过隔板上的一个个眼睛图案 在手指触碰到膝盖位置的一个眼睛时 诚哥的神色发生了变化 他赶紧蹲下身 将手电筒的灯光照在隔板上 而在诚哥手指触碰的位置 有一个和眼睛大小完全一样的孔洞 隔板被砸穿了一个小孔 因为大小形状和眼睛一样 再加上它本身是在角落里 所以很难被发现 跟我想的一样 所有的眼睛涂鸦 都是为了掩藏着一个小洞 在眼睛涂鸦中混着一个孔洞 孔洞正好临界了第五和第六格箭 也就是说 有人曾借助这个孔洞 在第六格箭偷看第五格箭 谁在上厕所的时候又能想到 周围的眼睛图案里 会混杂着一个真正的眼睛 而排水管道全部都在第六格箭里 只要踩在管道上 外面的人就无法从格箭下面的缝隙发现的 弄出这个空洞的人考虑得很周全 在不知不觉中被窥视 这才是最让诚哥觉得恐怖的地方 想想支线任务里的介绍 那个人躲在第五格箭里 等待红影过来 其实他很可能已经被红影观察了很久了 一想到这次的任务 诚哥有些起鸡皮疙瘩 现在第五格箭的秘密已经破解 但是支线任务要如何完成 难道要我待在第五格箭里 等到红影出现 而后任由他在小洞里偷窥 诚哥掂量了一下手中的工具锤 轻轻挥了挥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 他不建议给对方眼睛来意吹 就在诚哥思索 如何完成支线任务的时候 楼道里那并排行走的脚步声 又一次响起 这一次他直奔三楼而来 而且速度很快 我去 这什么情况 他们好像比我还要着急 是因为我打开第五格箭的原因吗 可这也不对啊 我早就把格箭打开了 他们为何这时候才急匆匆地跑过来 还未思考出结果 脚步声已经出现在了三楼 诚哥此时站在第六个格箭里 他只来得及将格箭的门关上大半 那脚步声就进入了三楼厕所 咽了扣拓吗 诚哥紧紧握紧了工具锤 终于要正面遭遇了 关掉手电筒 诚哥将工具锤高高举起 但是随后事情的发展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那脚步声进入厕所后 没有打开格箭门挨个检查 而是直接钻进了第五个格箭里 随着第五格箭的门缓缓关上 厕所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这一下 诚哥彻底梦了 他们就在我隔壁 但顺序是不是弄错了 按照直线任务的流程 应该是我在第五个格箭才对啊 三楼厕所里一片死尽 脚步声的主人进入第五个格箭后 就再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等了有十几分钟 诚哥队藏在第五格箭的人越来越好奇 他看着隔板上唯一的小洞 蹲下身体慢慢靠近 而那个黑色的小洞好像有神奇的魔力一样 诚哥凑到孔洞旁边向内看去 他的瞳孔轻微收索 空洞另一边没有充满血色的眼珠 也没有红色归影 只有两个看起来三四岁大的孩子 一男一女坐在吨位两边 他们抓着彼此神色紧张 奇怪了 不应该是红影吗 这两个孩子从哪冒出来的 乘客收回目光 隔街里的两个孩子从外星上来说 跟下人完全站不上边 另一条直线任务深井里提到过弟弟和妹妹 深井又和范玉有关 这两个孩子会不会就是范玉姑姑的儿子和女儿 可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感觉他们两个好像正在被什么东西追赶 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在脑海当中 诚哥挥了挥手中的工具锤 如果对手只有这两个孩子的话 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紧张的心情稍微得到了一点放松 但诚哥依旧是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静静地站在第六个阁间里 直觉告诉他 再等等一定会有其他东西过来 外面的夜色更加浓郁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三楼厕所里的寂静被打破 新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 诚哥将隔间的门轻轻推开了一条细缝 他看向外面 当脚步声停在厕所门口的时候 一抹淡淡的红影映照在那墙壁的瓷砖上 现在这个应该就是任务目标了吧 随着脚步声清晰入耳 红影进入了三楼厕所 诚哥赶紧凝神病气 眼睛紧紧盯着红影的方向 第一个阁间的门被拉开 诚哥顺着门缝隐约能看到那红影探头深入隔间当中 中间停顿了很久 红影又走向第二个隔间 诚哥头一次觉得 门板被拉开的声音是如此的刺耳 很快第二第三第四隔间的门全被打开 红色的身影停在了第五个隔间门口 目睹了这一切后 整个全身肌肉绷紧 身体好像压缩到极致的弹簧一样 握着工具锤的手心 都开始净除寒夜 如果他按照支线任务要求去做 此时在第五个隔间里的就是他自己 等会儿红色身影要对第五个隔间做的事情 就是他将要遭遇的事情 无声的黑暗厕所里 红影抓住了第五个隔间的把手 慢慢将门板拉开 屋子里似乎变得更暗了 孩童的哭声和笑声同时从隔间里传出 而红影站在门口并没有进去 他左右看了看 然后走向了最后一个隔间 moment do I do you do the wrong tensor hiçbir俩的觉 quelques 小时 丝 感谢观看